在顺利解决了潘达马的战争危机后 海港城终于恢复了平静 无英雄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表现 而成为了海港城的明星探员 这天无英雄正在执行任务 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电磁脉冲的委员长 在高速公路上遭遇神秘组织劫持 电磁脉冲也被对方抢走 这对于海港城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追逐的过程中 无英雄和对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们不仅携带了强攻击性的武器装备 甚至还出动了直升机和炸弹 无英雄连人带车坠下了大桥 好在无英雄及时抓住了桥边的栏杆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就在这时 东区分局陈真突然来到了无英雄的面前 他也是来调查电磁脉冲一案的 而且他似乎对无英雄很感兴趣 于是两人只好暂时组队一起查案 与此同时 一盘光碟被送到了政府 光碟里许多人的誓死毒白 向海港城政府宣告了危机的降临 此外 光碟里的人几乎都是政府的通缉犯 其中也包括徐达夫 无论是电磁脉冲被盗 还是今天政府收到的光碟 这一切都在预示着 一场不亚于潘达瓦战争的惊天阴谋 正在悄然实施 而此刻 一个男人正在高铁里横冲直撞 还有一个正开着车在跨海大桥上骑驶 而他们都是出现在光碟里的通缉犯 更可怕的是 此刻他们的身上都绑着炸弹 就这样 通往海港城唯一的道路 以及室内各路段主要的交通要道 全部被炸毁 整座海港城瞬间陷入恐慌之中 如今唯一能进出海港城的道路 就只剩下了中央隧道 吴英雄立刻朝着隧道赶去 却没想到 竟然在路上遇到了徐达夫 原来杜晓芹被人绑架 所以徐达夫不得已 只好听从对方的命令 此刻的他也和其他被胁迫的人一样 身上绑着炸弹 意图炸毁中央隧道 与此同时 剑石官蓝锡英 在跨海大桥上发现了一个讯号员 经过调查后得知 那是一个卫星定位系统群组 陈珍在得知这件事后 像是明白了什么 立刻让吴英雄开车逼停了徐达夫 原来爆炸的关键不是时间 是地点 只要徐达夫不进入隧道 炸弹就不会爆炸 正当几人为保住了中央隧道而庆幸时 三个陌生男人从天而降 而为首的正是这场计划的主使 黑哥 他看徐达夫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隧道 就亲自赶来 按下了炸弹的开关 虽然在最后时刻 吴英雄帮徐达夫解除了身上的炸弹 但中央隧道还是被炸毁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南区分局也同时遭到了炸弹的袭击 留在分局内的众人 是否有人生还还是个未知数 至此 海港城所有交通药道全部被毁 彻底进入封城状态 徐达夫也被爆炸的碎片穿透了身体 身受重伤的他只好请吴英雄帮忙救出杜小青 杜小青已经怀孕 徐达夫还想亲眼看着孩子出生 吴英雄立刻答应了起来 既是因为朋友所托 也是因为他一定要查清真相 与此同时 为了阻止这起阴谋 政府派出了黑鹰特种队 在去解救杜小青的路上 吴英雄得知 嫌犯所使用的定位系统来自军方 而就在他们到达关押杜小青的地点时 黑鹰部队也到达了这里 双方发生了正面冲突 但不幸的是 无论是吴英雄还是黑鹰部队 他们得到的人质被绑架的地点都是错误的 双方还没打多久 就被事先埋伏在这里的嫌犯偷袭 一场战斗下来 黑鹰部队却几乎全数阵亡 只剩下一个叫黄世凯的人还活着 黑鹰部队队长在临死前 把解除电磁脉冲启动的密码交给了黄世凯 于是 黄世凯便带着密码 独自踏上了寻找电磁脉冲之路 无英雄沉沉二人则被黑鹰的手下带走 黑鹰把阻止电磁脉冲发射的遥控器交给了无英雄 电磁脉冲也叫EMP飞弹 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旦启动 造成了损失不可估量 黑鹰交给他的遥控器 只属于其中的一颗飞弹 如果发射 全城电力将陷入瘫痪 现在 无英雄面临一个抉择 他要寻找的人质 就在电磁脉冲周围 如果无英雄阻止飞弹发射 虽然能够拯救海港城 但那些已经被绑架的人质 就势必要成为牺牲品 选择牺牲一座城的人去解救几个人质 还是选择牺牲人质 保住城中百姓的生命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无英雄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只能选择放手一搏 在倒计时即将结束的那一刻 陷入两难的无英雄 还是按住了陈真原本要阻止 飞弹发射的手 无论是人质还是城中的百姓 都是生命 都很无辜 到底应该保谁 这是一个无解的命题 而无英雄也没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质 在他面前死去 更何况 不管无英雄做出什么选择 黑哥都不会因此而停止自己 酝酿了这么久的阴谋 随着飞弹的成功发射 海港城全城停止的宫殿 地铁停运 飞机坠毁 司机比伏的爆炸声 让整座海港城彻底失去了生机 但事已至此 无英雄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 他爬到楼顶 救下了人质 但人质里却并没有杜小晴 与此同时 政府高层和军方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次的动乱 让政府高层和军方都十分恐慌 因为这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他们而起 这些年 军方一直在秘密研究一个新的生化武器 伊鲁康吉 在研发成功以后 为了防止这一秘密泄漏 军方派出他们的秘密部队夜行者 杀死了所有参与研究伊鲁康吉的人 当时 黑哥的父亲也在追查这件事 军方收到信报以后 竟然派出黑哥去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军方的决心让黑哥发誓 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如今 同时手握生化武器和伤害性武器的他 已经启动了枯草计划 接下来就会散播生化病毒 一周之内 整座海港城所有人处将无一幸免 并且五年之内再无恢复的可能 这个消息一出 海港城瞬间乱成一团 人们纷纷抢夺物资钱财 对死亡的恐惧激发出了人们丑陋的本性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吴英雄和陈真二人 得知杜晓晴已经被带走 并作为活体 培育着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 但培育病毒需要电力支持 所以杜晓晴一定被藏在了有电力知识的地方 根据人质提供的线索 陈真猜出 他们当时被带离的路线应该是在下水道 只要能找到那条下水道 就能找到杜晓晴 另一边 南区分区临时建立了新的指挥基地 在爆炸中幸免于难的技术员浩克 根据蓝锡英找到的那个信号员 反追踪到了发射信号员的地方 那里是个三不管的地带 最合适制造阴谋和黑暗 蓝锡英得知后 立刻带着警员小绿一起赶了过去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让蓝锡英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 在那里 他找到了一本日记 上面熟悉的字迹 让蓝锡英发现 这正是去世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可这本日记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日记本里夹着的录音笔 给了蓝锡英答案 日记里面记载的 都是关于生化武器的研究报道 而录音笔里记载的 除了关于伊鲁康杰的事情以外 还有蓝锡英父亲 关于夜行者的调查线索 他已经猜到 自己的儿子蓝锡英就参与集中 但他却并不是主谋 就在这时 蓝锡英发现 已经有人朝着这间屋子走来 他来不及听完录音 只能先赶紧把小绿护送出去 让他回分局请求支援 自己则留下来拖延时间 与此同时 吴英雄和陈真 利用从博物馆里偷出的 能够侦测电磁场的霍尔探针 顺藤摸瓜 找到了黑哥藏匿杜晓晴的地点 幸运的是 杜晓晓体内的病毒 还没有演化完成 或许一切都还来得及 他和肚子里的孩子 也还有得救 另一边 随着脚步声一点点的靠近 闯住小屋的神秘人的面庞 也渐渐清晰 神秘人不是别人 正是黑哥 也是蓝锡英的哥哥 蓝锡英 蓝锡英怎么也无法相信 在蓝锡英近乎失踪的这一年里 竟然都是在谋划 如此丧尽天良的计划 警察的责任和使命 让蓝锡英意识到 他必须立刻逮捕已经变得穷凶极恶的哥哥 可亲人之间连接的血脉 却让他迟迟无法对哥哥下手 趁着蓝锡英沉浸在悲痛中 黑哥悄悄地给他打了一针 让他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吴英雄将杜小青带回了分局 却正好遇上回来报信的小绿 得知蓝锡英遇险的消息后 吴英雄立刻动身前去找人 在他赶到的那一刻 蓝锡英也渐渐醒了过来 他告诉吴英雄 根据录音里父亲提供的线索 一鲁康吉其实是有抗体的 刚才黑哥往他身上打的那一针 应该就是对抗病毒的疫苗 如果说黑哥还残留一丝良知 那这一次良知就是留给蓝锡英的 但这也侧面印证着 当病毒席选全城的那一刻 黑哥就会成为唯一拥有解药之人 到了那时 他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真正的主宰 此时 黑哥的人已经再次攻入南区分局 并带走了杜小青 另一边 黄世凯也终于来到了最后发射飞弹的地点 EMP防护中心附近 谁也没有想到 阻止飞弹发射的所有希望 竟然都集中在了黄世凯一个人的身上 与此同时 政府也追踪到了黑哥和杜小青的踪迹 军方提议将防护中心炸毁 这样一来 蓝锡英将不复存在 他的计划就会彻底失败 如今的海港城 已经经不起病毒扩散带来的更大的牺牲 最终 政府高层同意了军方的提议 启动了炸毁计划 另一边 吴英雄和陈真也已经顺利找到了黑哥 为了拖延时间让陈真拿到疫苗救出杜小青 吴英雄和黑哥在几百米的楼顶上打了起来 而防护中心外的黄世凯 也和黑哥派去的手下开始了一番缠斗 每个人都在为了解救海港城做着最后的努力 最终 黄世凯打倒了对方 在最后时刻解除了飞弹的发射指令 而军方的直升机也在此时到达了防护中心的楼顶 就在陈真拿到疫苗的那一刻 军方朝防护中心扔出了炸弹 黑哥和大楼一起楼毁人亡 陈真和吴英雄则顺利带着杜小青一起离开 吴英雄给杜小青注射了疫苗 解决了他身上的病毒 拯救了海港城的危机 这天之后 杜小青和徐达夫一家三口重新团聚 陈真则一直赖着吴英雄做搭档 继续着他们的警察生涯 作为一部华语警匪动作片 痞子英雄不论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 都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无论是剧情设置还是视野格局 都更加符合好莱坞的电影模式 这也是该影片能够从一众警匪片中脱颖而出 并和他们有着天壤之别的主要原因 从视觉效果来讲 影片无疑是成功的 但想与真正的好莱坞大片媲美 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电影中的许多情节都还不够完善 太多的主题被混杂在一起之后 反而无法突出重点 但对于国产的警匪片而言 这已经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感谢观看